伊拉克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国度,丰富的石油天然气,这些不可再生资源一度令其他国家艳红。 据说伊拉克地下的石油储备是一千多亿桶,有人甚至又只要用一根钢签往地上一拆,伊拉克就能冒出石油来。 这样形容,你就知道伊拉克石油资源多丰富了。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,对伊拉克真正开始近距离了解的,却是前总统萨达姆,只为中东小熊以他个性以及霸气十足的做派,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,更是一把美斗士的形象让世界瞩目。 但是,伊拉克战定之后,萨达姆被美国逮捕后的一系列遭遇,被媒体曝光后,却让人心酸不已。 平民属身的萨达姆,靠着坚韧不拔的性格,借着时代的机遇,发动局势政变,走向伊拉克执政元首的地位。 有人说,萨达姆拥有双重性格,有人爱但有人恨不得将他错骨扬灰,但有一点是无容置疑的,萨达姆执政后的伊拉克,通过一系列变革,使伊拉克迅速富强,人民收入一度达到美国人水平。 军事力量也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,但是,后来的萨达姆想恢复阿拉伯世界的荣光,并一度想要统一阿拉伯世界,再加上萨达姆家族的奢侈腐化,导致国际上对他有一些微词,而这些舆论也在西方操纵下愈演愈烈。 萨达姆最终被内外力量夹击下被推翻,最终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,被美国海报突击对火捉,美军将萨达姆关押在自己的军事监狱,最终经过三年的审判,将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。 萨达姆死后多年,一些萨达姆在监狱中的细节也逐渐曝光,其中包括一些在监狱中受到虐待的照片,让所有伊拉克人崩溃。 萨达姆,上面这张照片,更是深深刺痛为伊拉克许多人的神经。 萨达姆再怎么样,也是一个国家的前总统,甚至曾经拯救为伊拉克。 可是,美国大兵竟然将美国国旗插在赤身裸体的萨达姆身上,并拍摄照片炫耀,这种炫耀可以说是对伊拉克人民最大的侮辱。 而萨达姆那一刻显得很无助,只能任人摆布。 或许他们正是想通过这种手段,摧毁萨达姆的意志,从而摧毁那些还在反抗的伊拉克人意志。 虽然说美国的医疗制度非常的健全,即使是作为一个囚犯,也有相应的医疗团队已经对其进行卫生方面的呵护。 虽然说这张图片表面上看是医生,对其进行体检。 但是此刻,萨达姆已经变得蓬头垢面,头发也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打理。 满脸全是显示出疲惫不堪,美国向来了引人性化,民主自由自称。 可是作为囚犯的萨达姆,在接受监狱医疗团队的检查时,虽然看着这些医生对他提检并不能说明什么。 可是细心观察发现,萨达姆疼头垢面,满脸疲惫不堪,而且即使是在被押服刑场的那一刻,我们也可以从萨达姆的眼神中看出其憔悴的面容,以及无可奈何的表情。 城里外媒报道,萨达姆曾经在监狱中受到了飞人的虐待,不仅士兵会对其进行毫无理由的护打,而且即使是睡觉的时候,也不让萨达姆进行。 长久的睡眠,只让其睡二到三个小时,曾经的中东雄师,就一步一步没落到这步田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